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就用一个比较酷比较萨的报数的方式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亮个像好不好 我们要辛苦我们的公站长最后跟我们做个小结 就是我们按照报数123456这样子的方式跟大家亮个像 我就斗胆给大家下个命令发号施令一下 来 各位请听好 全体都有 向右看齐 报数 1 2 3 3 5 6了 应该6了 对 6了 好 谢谢 谢谢 非常感谢各位 我们是一个特别有趣味的报数环节 那我们要不要请我们的公站长给我们做个小结 小结 刚才的报数非常的不到位 居然有两位报了几个三 准备工作做得不成 我们公站长对我们的要求非常严苛 好像力争完美 最后我们10到6人全员到期 非常的开心 可以把各位主创请到我们的直播间来 那同时呢也要跟线上的网友说一下 我们的直播间呢一定要多多刷蛋糕 多多互动 因为我们给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厚的礼物 说不定你就可以拿到我们今天精心准备的奖品 所以赶紧跟我们互动起来 那我们接下来就进入正题 我们还是先请各位一起来介绍一下 自己在剧中的这个角色 让我们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好不好 来 冯站长 好的 我先来 我在剧中饰演的是东山巷战的副站长 然后呢他的性格比较沉着冷静 遇到事情呢不会慌乱 然后有自己的一套做事风格 就所有事情呢都会记在他的心里面 然后按照自己的想法 让这个同事们啊 各个消防队员呢去执行 然后他跟他对待感情呢 他的感情观呢 就比较没有经验 比较愣 然后 虽然在这个指挥上面啊 从容不破 但是在遇到 遇到感情方面 有点小白 爱情方面小白 对对对 还是比较 非常有看点的我们的剧 就是两个非常不一样的 那个人物性格的特征 好的 我介绍完了 谢谢 谢谢龚俊 那接下来我们请我们的惠文 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不好 嗯 好 我在剧中饰演的角色叫燕兰 然后她是一个急诊科的医生 嗯 她在剧中其实是像小太阳一样的存在 而且很开朗 很乐观 然后会用她的那种温暖去影响到周边的人 嗯 谢谢 我们接下来请汉晨 嗯 大家好 我是庞汉晨 然后我在这部剧中演的角色 也是一个副战长 我的名字叫罗杰 罗杰是一个很简单 直接仗义 然后想默默保护所有人的一个人 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我们的你好回来 嗯 谢谢 接下来有请燕成 嗨大家好 我是周燕成 在你好回来中饰演 东山消防站消防员班长王大印 然后我的角色呢 她是一个很聪明 对 超级聪明 哎呀 然后没了 哈哈 就是聪明 好 来接下来紫薇 嗯 好 就就我这CPA还聪明 哈哈哈哈 那个哈喽大家好 我 我是王紫薇 我在你好火焰栏中饰演 呃 唯一一位女消防员 姜童 然后大家也看到了 平常的消防员都是文职啊 或者什么之类的职务 然后这是一位上火场的女消防员 非常帅气 希望大家喜欢 谢谢 好 哈哈 大爽音 好 来我们最后一位 林佳 哈喽大家好 我是林佳 然后在你好火焰栏里面 饰演的是东南医院的 急救科的名医生 刘璇 应该是开卡丁车 开得最快的女医生吧 也是 最会追男神的女医生 好 回到一期 感觉很有看点哦 最会追男神的女医生 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把各位请到了我们直播间 但是呢 也要先给各位下来一个小小的任务 是这样的哈 我们今天所有的说话和开口回答问题之前 就只要开口回答问题 大家就要先说报告 然后才可以说话 如果忘记的话呢 就要接受惩罚 那如果到最后呢 就会有一个神秘的小奖品 所以这是一个贯穿我们整个直播的一个小小的挑战 各位记住了吗 就是只要开口说话 之前要说先要先说报道 OK吗 报告还是报道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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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还是报告 让大家对我们的剧情有一个更舒服的了解 然后看完预告片 我们就要开始聊天说话 要开始答报告了 来我们首先 OK 嗯 嗯 现在怀疑 他的新药研究所有问题 但就说 好看 丢个两瓶 这药本来是用来治病救人的 要有些人为了钱 把它变成了毒药 我一定不会放过他 救命 更小心的人应该是你在这里 霍言 想救燕兰吗 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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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手 我宣誓 我宣誓 我支援加入国家消防救援队伍 我支援加入国家消防救援队伍 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维护社会稳定 维护社会稳定 贡献自己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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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首先想问问大家 大家在合作之前 对彼此的初印象是什么 然后合作完以后 这个印象有没有发生什么改变 我们还是从工具领先开始 好不好 OK 所有人吗 你看没有说报告 报告 报告 所有人 所有人 就我们 对就我们直播间的这几位 好的 好的好的 先说一下我在你好火焰栏里面的CP搭档燕兰医生 可以切到小屏幕 我看不到大家对话的反应 OK 然后在拍这部剧之前 张贵文同学 我就知道他非常厉害 我还看过他的 看过他的电影非常的厉害 还有很多大剧 能搭到这样一位实力派感到非常的开心 然后在剧中 先说拍之前的影响吧 就是非常厉害的 非常厉害的一位同学 张贵文老师 还有 好的 罗杰 罗杰 我说实话我在拍到了剧组 我才知道罗杰的人选是谁 到了我才知道 然后接触下来了解到非常的踏实 庞岸重同学 我感觉对我们对戏的要求非常高 然后也会经常给我提一些 咱们怎么样才能商量在现场上 把这段戏演得更好 对 非常的精益求精 好的 下一位弟弟 周彦成 周彦成我跟他合作过很早之前了 对 也是优酷的一部一部剧是最平常的 我怎么断线了 我怎么断线了 突然间 你断线了 没有听到工学老师说 OK 我进来了 OK好 我现在说可以吗 听得见吗 可以也听得见 OK 怎么变成两个我了 都出来了两个我 报告 我这边我是真的从你说到介绍我这边 我到现在还是卡着的 我不知道你那边是不是在 没事 慢点 我到现在一直都在卡 我可以 那我可以说了 直接说吗 可以 可以 那我直接说周彦成同学 我们之前很早就认识了 然后之前那部剧放外拍的就很默契 非常的nice 合作下来 然后我们也在消防支队里面一起接受过培训 同志同住了一个多星期 合作非常愉快 然后周彦成同学 哈哈哈 性格非常的直 非常耿直 他是 他是东北人 对 非常非常像东北人 好的 下一位同学 嗨 报告我这边又卡住了20秒 到现在都还没有 都还没有 啊 那我现在接着说了 王同学 说吧 哎王同学也是我我我我 唯独的时候我才知道的 我才知道的人选 对对 然后也是跟我一起接受过 专业的培训 也也非常非常厉害 我们的消防消防中队里面 就就一位女生 而且跟我们一起接受培训 也从来没照过苦 非常了不起 点个赞 谢谢 谢谢龚老师 好的 下一位周同学 周同学也是围堵的时候才知道的 哎感觉 呃感觉人呢 非常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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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亲切 平易近人 我对挺好说话的 也是非常的nice ok 好 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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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印象就到此结束 啊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龚老师 刚刚对大家的这个初印象的评价啊 刚刚这个画面好喜感 就就变成一个人难难自己 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找信号 然后龚老师忽然从一个屏幕出现两个脸 你变成我两个 然后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信号不是特别的稳好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几位老师就麻烦各位 大家挑一个来说一说你对他的这个初印象 避免又出现刚刚那个 变成一个人掉信号的那个状态 我们就每个人挑一位来说一说初印象好不好 来回问 嗯 我是一个整体的感觉吧 因为我去的晚了 然后当时我跟他们就是所有人拍群戏的时候 就我的感觉我就是觉得全场真的是帅气 就是有一个有一个桌子我们在那拍群戏的时候 就包括就是唯一的一个女消防员也会给我感觉非常的帅气 然后到之后我们再去演戏的时候 在见到他们的时候就是脸上就要涂黑啊 然后包括就是身上啊就弄得很脏 然后我会觉得就还挺可爱的 就是有一个就反差 嗯 明白好的谢谢 来我们请汉琛 哎我进来了 对你回来 报告我回来了 欢迎回来 我我们最开始其实是前面有我们所有男生一起在校方队的 集合训练的 所以刚入校方队的时候 就是我们那几个一个寝室的朋友之间印象还都挺深刻的 刚开始间进去 因为看他那个那个某个签名是高冷男神吧 然后我就以为他应该是个高冷的人 然后没想到接触下来之后 是一个特别憨憨的性 然后比较好相处 然后惠文呢 惠文他因为相对比我们会稍微晚一点 然后他才开始做那个 我们试装那天应该是见惠文第一面 对 然后第一面之后见到了之后 就觉得他很简单很干净 然后他们大家给他起了一个小太阳 然后我就写了一个属于罗杰的一个外号 因为我觉得他眼睛很亮 所以取了一个小艳鼠 然后由此也刺激俊俊给他写了一个属于他的一个专属的一个外号 对 大头 OK 对 对 是的 因为 因为艳兰医生在我们剧里面 经常会发生一些 不好意思我要打断一下 不好意思我要打断一下 几位老师你们是不是忘了说报告 是的 你们刚刚都没说 对 郭老师的发言也没有加报告 报告 好郭老师请继续 艳兰医生在我们剧里面经常会 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举动 然后经常有类似 有时候可能会卡着头啊什么的 我还得去救他 所以我就给他起了一个大头 然后罗杰不是叫他叫小艳鼠吗 那我觉得我也得起一个挺可爱的大头 嗯 所以 大头 有没有什么想说的 没有 就是其实当时叫 岩总这个外号也是 因为我突然一下觉得 如果我们老在剧里面叫他 大名 这个霍言霍言 就感觉 好像老是缺点什么感觉 后面我就跟导演说 我说我想给他取个外号 然后导演说 你想叫什么 然后 因为我们 不能剧透 不能剧透吧 然后里面有一个场景是说到那个 霸道总裁 然后后面我觉得我们就一致 我也问了那个 龚俊老师的意见 然后他就说 还是要叫 岩总比较好听一点 然后就是叫岩总 嗯 明白了好 因为大家是 其实是 报告 诶可以哦 可以哦 报告 因为霍言这个人角色就是挺 偏霸道总裁 但是呢 又经常做一些 幼稚的事情啊 就挺挺挺可爱的 有反差的一面 反差萌 嗯 对 特别反差的一个可爱的角色 刚刚汉全也报告了是吗 报告 我报告了 报告只是为了说一下我报告了 好 那燕成有没有什么 对大家的初印象 想要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报告 哈哈哈 是燕成不是汉成 对 你今天的信号全程错乱 呃 报告 那个我刚刚就是 公俊哥 说说到我的时候 到一直到汉成哥说的时候 其实我这边都是没有信号的 我这边一直卡在这不动 我什么都没听到 哈哈哈 没事 他们夸你帅 对 他们都在夸你 报告 你们没打报告 看我们心中就 凝然有趣 我跟公俊哥也是二搭了嘛 之前演过一部古装剧也是优酷的 然后公俊哥 变化也很大 因为之前合作的是古装剧嘛 现在这部是现代剧 就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题材 所以我们在一块创作的还是蛮多的 然后大家因为之前在一起训练 感情也都到位了 所以我们在戏里面 基本就不用太多的磨合 然后惠文姐是来到现场才知道 哇 惠文姐原来 这么会也是 谢谢谢谢 报告谢谢 嘿嘿 然后 惠文姐也是带了我们很多场 就中场戏嘛 报告 能不能别叫我姐 好的好的 他叫小 报告 要叫小一点 对 叫小一点 叫同学也可以 惠文小姐姐都行 惠文 惠文小姐姐很棒 汉诚哥是我们之前有过就是 呃 在一起也是有运动会 然后也就相识了 对 然后汉诚哥到了宿舍主动 我打着招呼 哎 艳诚 我说这个哥哥怎么知道我 他怎么知道我叫艳诚诚 然后突然想起 啊原来我们之前有见过 然后还是一个组别的 突然 比较 惊慌 然后后来再接触下来以后 我们 都很想把 就是自己的角色演好 把我们的故事演好 因为 对于我们来说 这个真的是 肩膀上有 重任啊 真的是不容马虎 然后很很开心 我们拍的 然后也很苦 主要是想为了呈现更好的东西 汉诚哥很棒 和郭敬哥 我们在一起大戏真的 嗯 特别顺畅 然后基本上也没有什么 呃争议啊 我们都会商量一些小点 就是哎哥 这个地方我可不可以这个样子一些 我还记得汉诚哥 特别说了我一场戏 他在里面有一个吃包子 然后我 给了他一个包子 他戏下来说 你小子行啊 你小子行 他是 他是 他是在替慧炎 替罗杰 对 然后 包括我在戏里面也设计了一些 霍炎刚进到队里面 可能我们关系不是特别熟的时候 然后我就叫他霍展 但是 比如说 罗杰呀 是带了我们很久的老班长 然后 也是副站长 然后我跟他呢 在一起就叫他杰哥 我当着霍炎的面 我就说 哎杰哥 杰哥 然后跟他说霍展 可能这个关系就区分开了 但是到后面的时候 我们跟霍炎是真的融合在一起了 我说 哥 哥 都叫哥 嗯 这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小细节 就是从不熟到熟到真的 把自己的命可以交给自己的兄弟 觉得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然后我跟 紫薇也是二大了 之前也 哎 之前拍了一部剧也很辛苦 这部剧我们两个 感情呢 就不说什么了 就让你们看 哈哈哈哈 我们一定要 我们我们两个的 呃这个 感情和别的 情侣不是特别一样哈 我们是又打又骂 杰哥 啥都不说了 然后林 林家这边 我可能跟 呃 医疗队的医生可能会比较少的一些对手系 可能除了我们的呃 拉链啊 然后可能会在一起多一些 然后也没什么了 总之和所有的老师 各个眼神的合作我都很开心 哈哈哈 感觉到了满满的性感 啊 谁都立正在乎的 谢谢 非常谢谢艳成 来接下来自威 嗯 好 那大家都爱个说了 我也就爱个快速说一下吧 呃首先是我们第一位龚老师 呃 龚俊 龚俊哥就是 嗯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见大家 其实是呃 我在男生那一堆消防员里面 大家一块见着大家 然后就我一个女孩 那时候头发也没剪呢 然后龚老师真的是嗯 非常的帅 然后他真的也很符合这个角色 呃就是身为队长 然后我们消防员让你操心了 嗯 然后下 下一个 那个 慧文 然后慧文 他我俩聊天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 他真的就是很喜欢我这个姜统的角色 他觉得这个角色非常的酷 然后我就希望我我演的之后 然后你看了能觉得嗯 没有让你觉得很失望 不会不会 哈哈哈 然后那个杰哥 杰哥就是一个老大哥啊 然后就是身高非常的高 满老去掉 哈哈哈哈 报告 啊 啊 报告 啊 报告 报告了 那个那叫你小哥哥你愿意吗 哈哈哈 哈哈哈 好 那个 然后我CP 燕成 然后他刚刚说了嘛 我们也是二大 所以我们俩在于戏里面就 诶 我卡住了吗 哦 没有 好 我继续说 然后燕成就是之前有合作过嘛 所以我们俩在好几年前也就认识了 可能是因为这样 所以我们第一场戏的时候 其实是拍我们嗯 比较偏结局的戏了 然后但是我们俩就觉得 蛮舒服的合作状态 然后他帮了我也挺多就是互相帮助 我觉得也非常感谢我的CP周燕成 然后希望我们还能大家所有人都是一样 但能合作一下 啊爱你们 然后就应该也是就是本人非常的美 然后我们我我我我跟他们的戏 就是医疗部的戏比较少 所以但是他们也很很用心很辛苦 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紫薇网线 你看太可爱了 来林佳 那我也简单的快速说一下每个人 那我倒着说好了 我觉得紫薇就是非常的辛苦 她是唯一的女消防队员嘛 她也是跟男消防队员一起训练的 我是真的蛮佩服她的 然后燕成就是我也是见了组里之后才认识她的 我没有想到她本人如此的逗 她真的是我认识她 就非常东北非常搞笑 然后我的CP拍安全呢 我也非常的感谢她 然后拍戏的过程中呢 也带了我很多鼻心 然后惠文呢 就是其实我一开始是有一点就是会有一点害怕她 毕竟对吧 就是我就是在我还在上学的时候就她印象就是 某女郎哇 然后我没有想到在现场就是本人人那么好 然后戏也那么好 最关键的是因为我酒量不是很好 有一次就是我们吃饭的时候 我喝了一点酒我就喝多了 然后她一直在照顾我 所以从那之后一直心存感动 然后最后工具呢就是 我之前觉得她是非常高等的言情男主 然后认识了之后我觉得是蛮逗的 蛮接地匹的 好了就这样 好的谢谢谢谢林佳 那其实说回咱们这部剧啊 在我们剧中这个霍炎的角色 他对于情感表达的方式还是比较直接的 所以那现实生活中工具 你在会撩和被撩这两个状态里面 你觉得你会更贴近哪一个状态 另外刚刚大家都没怎么打报告 所以我们就从现在开始再重新记录一下啊 这个没打报告的要最后会有惩罚 报告 收到 报告 没有没有我我说报告收到 哦明白了 可以这个觉悟 来郭老师 哦报告 我觉得哈我现实生活中哈 这个被撩和什么去撩 对被撩和会撩 这可能肯定是去撩吧 没有被撩倒是也被撩过 上学的时候也被撩过 但是无效 都是去撩 大学的时候 白了 那慧文这个角色在剧中其实跟两位男神都有一些剧情上面的接触 一个是霍言一个是罗姐 所以你会更喜欢哪一种类型的男朋友 你觉得这两种类型在生活当中哪一种对你更有吸引力 报告纠正一下 应该是男生吧 怎么会有两个男朋友 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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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 啊 喜欢性格比较可爱了吧 嗯 那所以是龚俊和汉成哪个更可爱呢 呃 这个你不是致命问题吗 还没有打报告哦 哦 这个不过致命问题我们 嗯 他们知道的 不用回答了 都可爱 都可爱 一碗水钻的平平的 好 然后 然后下一题 那在剧中霍言和罗杰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什么爱恨亲丑呢 我们请汉成给我们解答一下好不好 来 嗯 因为 其实 报告 嗯 报告 报告 因为吧小燕鼠就是燕蓝这角色他是一个很阳光很很可爱的角色 所以他就会让罗杰和霍言都很欣赏和喜欢他 那两个人的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 霍言呢他会更温暖 然后会呃默默的保护着他会更温和 罗杰呢 其实完全是和霍言相反的方向他会非常直接非常勇敢 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呢 嗯 嗯 当然 罗杰和霍言他们在 生活中就是 就是互怒互怒互查的分析冤家一样的行敌吧 因为在一直在争燕蓝 在燕蓝呢 其实他 我觉得燕蓝处理的比较好的是他一直在把握这个度 因为罗杰是他十年十多年最好的朋友 然后他没有去呃过分的伤害这个朋友 但是又保持一个很好的距离 然后同时在和霍言那边 慢慢慢慢走入感情 而在这个过程中 即使在琴场上罗杰和霍言是 是对立的关系 但是到了火场上之后 其实两个人都有互相救过对方 甚至为对方 嗯 做出很大的很大的牺牲 然后或者是为对方 嗯 支持很大 明白了 好复杂好标志的一个人物关系 但我觉得我们这期三角关系做的还是比较有爱和合理 报告 OK 互为战友 但是也是互相是特别尊敬的一个好朋友的状态感觉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请问一下燕成哈 作为男朋友的一员 所以你觉得大家在剧组的担当各自是什么 就比如说你觉得龚老师是气氛担当 或者说呃 谁是颜值担当什么 我们就简单的用一个词来概括一下 嗯 报告 那个是让我去呃 说我们在生活里面是吧 不是在在剧里面 对对对 嗯 满脸惊恐 那算了那就在剧里吧 那就在剧里吧 好好好 在剧里面吧 在剧里面吧 都是呃 脑力和智力担当 然后我是机灵担当 然后呃 紫薇呢 紫薇他他也算是 什么 智力担当吧 高科技担当 高科技担当 高科技 然后我们这边 省省的消防员 就都是有体力担当啊 然后还有这个行动担当 然后医疗医疗部的 我可能就不是特别清楚了 因为我在剧里面的女朋友 是消防员呀 哈哈 来我们接下来问一下紫薇哈 因为紫薇是一个 女中豪邪的一个角色嘛 所以在你拍摄过程当中 有没有哪一个消防小知识 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 嗯 报告 消防小知识 消防的知识就太多了 我直接就说我们家里面最常见的吧 因为大家救火的时候 就比如说也出现过就是 老人在家就是呃 他可能心心心脏不舒服呀 或者是什么 其实都是呃 他体系情况下没有打10 是也是可以打19的 然后呃 包括呃 我们家里面比如说煤气泄漏 我们一定要是即时开窗 然后大家出远门的时候 一定要把电都拔好 这些小知识 大家一定要是呃 大家呃 一定要记着的 对 嗯 好的谢谢 那最后 林家其实是作为一个医疗工作者哈 对 有没有什么用户急救的小尝识 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的 啊 想想大家能够用到的 因为我其实我们医疗部的 在开拍之前有去了急救队 也就是南京的东部战区的急救队那边去接受了一下培训 所以还学到了不少的这种就是急救的小尝识 呃 像比如说我们在家里面如果家里面的老人出现了什么情况的时候 我们要打120的时候 那我们千万千万的不要让患者平躺或者怎么样 尽量让患者的身体前倾 然后用手去捶打两倍中间的那个位置 这样的话能够减缓一些窒息的危险 就差不多这些 嗯 嗯 谢谢林家 嗯 然后接下来哈 因为咱们拍摄这部剧的时候其实熬了很多很多的大夜 所以熬大夜各位老师是怎么去调整的呢 或者有没有什么让你们印象特别深刻的事 嗯 我们先从郭老师开始 嗯 报告 我还没回答呢 报告 哈哈哈 哈哈哈 报告 好 大夜密上深刻的是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勾火晚会 大家都在 而且那天南京挺冷的 然后 但是哈 有那个勾火 但大家在一起啊 又唱又跳的 其实还挺开心的 是一个很温馨的氛围 大家到时候可以期待一下这场戏 哎 拍的非常的 温馨 嗯 所以熬了这么多大夜 你有 有有瘦或者怎么样吗 有体力上面特别大的消耗吗 熬大夜其实应该会瘦吧 就如果是我报告 熬大夜的话 就是会瘦的 嗯 我不知道 我也听说哈 有些人熬夜可能会胖 但是 我不知道我的体质 我 熬 那叫疲劳肥 疲劳肥 你来说一说你的 疲劳肥 所以惠文是熬夜熬胖了吗 我这部戏胖了十斤 我原来 熬夜熬的吗 不是 就是因为我熬夜晚上累 累完以后就想吃东西 然后都是在夜宵的时候吃 吃完以后 女孩子就会这样 我也是这样 我也是这样 然后他后面就一直在cue这个点 被他抓到过 嗯 所以还有哪位老师在熬夜这一块就是剧情需要经常需要熬大夜的吗 来 我想说是这个问题啊 我们大家 你想说什么可以直接说 没有 我们大家所有人其实就是因为大家好多都群姓嘛 所以熬夜就是经常的事 然后我印象最深当中就是消化员肯定是记着的 就是那一场爆炸爆炸最猛的那场戏大家记得吧 嗯 哦 然后 对对对 那一场 我还记得我还睡了一觉 我睡了一觉起来还在拍 然后对 然后我那场戏我还摔了一觉 跟我摔摔的还是很困 还继续睡 然后我就是那种睡醒了 女孩就很容易睡醒了 就惠文和林佳一定是知道的 睡醒了就会有点肿 男生就很自律 男孩子就很自律 就包括吃饱面就都很自律 就女孩我们要学习一下好吧 嗯 我学不了 就是报告 我把我把咱们住的那个就是偏远郊区 就在酒店附近所有半夜能送夜宵的店 基本都吃了一遍 就每天熬到两点三点半夜回来之后 我一定要三四点然后再吃一个宵夜 就真的就太累了 就是累到不吃睡不着的那一种 太累了 所以我拍这部戏我唱了很多 亏待 一点都不亏待 就真的是太累 然后我们刚刚说到因为咱们这部剧呢 既有战友情同时呢 也跟我们讲述了特别动人的爱情故事 所以我们接下来有一个小小的游戏啊 叫男友求生欲考验 我会问三位男士几个问题 然后呢你们要一次回答一下 然后回答完了以后呢 我们要让三位女士来做一下评价 看看你们觉得她们的回答怎么样 是不是有求生欲的哈 来首先第一题 如果你在火锅店遇上了女友的前男友 你的做法是什么 这是我们剧里面出现的一个剧情哈 那现实生活中你们会怎么办 来 龚俊 报告 是 这是我们我们剧中的剧情 哎 女主非常的尴尬 艳兰非常的尴尬 我会替她解围 那我 我想问一下我是什么身份呢 女友的前男友 你是你本人吗 女友的前男友是吧 女友的前男友遇到就遇到 哈哈哈哈 就不会给她放个狠话呀 什么之类的吗 要看她做什么事情啊 要分她会干嘛 她如果过于冒犯 那我肯定给她放了狠话 她如果 我要看她有什么反应 对这个具体事情 具体分析 明白了 我们龚俊还是非常理性的哈 来那汉陈呢 您会什么反应 嗯 呃 过去了吧 就是过去了 就就就就 就过去了吧 但我觉得这个 好大度啊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指定是属于龚俊的 因为这个 应该剧行里会有 会有这一副 是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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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觉得 也的确是要看情况吧 就是 当然 你要是很嘚瑟的话 也不会饶过你的 然后你不嘚瑟的话 其实就是 大家都有 这种的经历嘛 过去了 嗯 明白 相对都还是比较理性大度的 那汉陈呢 你会怎么样 哎 报告 嗯 大家都是成年人的嘛 哈哈 你还是要大喜一点 对吧 你没事 或许跟人嘚嘶嘶的干嘛呀 啊 好生好气的跟人打个招呼 对吧 可能自己的女朋友 也要跟她打个招呼嘛 对吧 又不是仇人 还是要尊重一下别人的 嗯 但你在戏里 你在戏里可不是这样 哈哈哈哈 好 来我们下一题啊 下一题是 如果妈妈和女友同时喜欢上了 唯一一个限量版的东西 你会怎么办 来 龚俊 妈妈和女友 报告 妈妈和女友 喜欢唯一一个限量版的东西 对 唯一一个 对 就是不能有第二个了 嗯 砍一半 一碗水一碗 那这碗要是不能砍呢 比如说她这个什么手办之类的 你砍一半她就一文不值了 你咋整 这怎么办呀 我也不知道这应该怎么办 销毁 销毁 我知道了 啊 哇 咸鱼 你应该说 你应该说 只要是你送的 他们都会喜欢不就好了 可是 他的问题是两个人都喜欢 那这个逻辑我们用去解 挂咸鱼 那就不是一个人都没有了吗 那就大家都没有 然后再给我们买信 报告你的意思是让他们去抢购 不是 这个也是我们剧 不是 这个也是我们剧里面的那个剧情 是的 但是 最后获言选择送给了妈妈 我知道怎么回答了 报告 先给我妈 然后把女友结婚直接 结了婚 进到我家 那不都是大家都吗 都一样的 那个那个文艺的 谁想 今天你玩 明天 今天我妈玩 明天你又玩 从逻辑上来说 没有任何问题啊 就是时间成本有点高 好那 汉城呢 刚刚那个挂咸鱼 谁先抢也是赢了 所以汉城你会怎么办 我 我还好不太会遇到这问题 主要吧 我妈 我妈人特好 我妈绝对不会跟女朋友抢的 要不 万一要是真抢了的话 就让他们自己抢吧 女人之间的战争实在是太难了 报告完毕 好累明白了 来 燕城呢你会怎么办 报告 我会 我觉得 首先 我妈妈 是一个很大方的 她 她一定会 让给我喜欢的那个女孩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 如果两个人都喜欢的话 那还是不要争了 我觉得把这个东西真正的留给 真正需要的人 这样谁都不会打架 然后再分别给她们买一个 她们最喜欢的东西吧 好 那 刚刚我们这个两个问题问完了 我们请三位女生来点评一下吧 觉得这三位男生的求生欲和这个回答 你们满意吗 我们首先请汇文吧 严总说什么都是对的 表明太多并强 那紫薇呢 啊 紫薇呢你觉得她 行吧 就是 就是 她们的回答 都反正都挺直男的吧 行可以 反正都是我们对的人 怎么说都是对的 对吧 我还能怎么样的人了 对 好那林佳呢 觉得就还行吧 作为女友肯定想听到更好一点的回答嘛 但她们都比较慢 比较直男啊 都很男人 这样 不男人 我想问一下 那应该遇到这种情况 问一下三位女生 到底应该怎么处理 报告 通俊没有报告 我叫了报告的 还有人打小报告 我叫了报告的刚才 那基本上这个大家还是都很给彼此面子 基本上觉得这个问题就也都回答这么趟过去了 那我们接下来呢 玩一个小小的游戏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消防题材的嘛 所以呢我会给各位比几个消防的手势 我简单的给大家比几个手势 然后呢大家要很快速的抢答出来 我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 然后谁回答的次数最少的呢 叫做一个卖萌五连拍 来我们首先 做完了 停止 好 龚老师抢答对一题 来下一个 OK 收到收到收到 对 龚老师已经二点胜了 也收到 来再下一个 报告 这什么手势 这什么我没看清啊 我看到龚老师在吓我 龚老师你们只笑不说话 你们先猜吧 你们先猜吧 给别人一点面子是吧 不知道 这什么 龚老师是不是知道啊 是一直 那就请龚老师公布答案吧 好像其他都比较茫然 是不是收到 收到 收到 这个是集合 集合 好 来下一个手势 这是什么 看不清 这个手势 报告 这个手势其实在我们剧里面很少用 对 不多 这个比较冷门了 所以这个比较难 就直接跟大家说了 这个其实是撤离 好 来最后一个 大家一脸懵 这个也是用的很少的一个 这个其实是 这个其实挺少的 报告 非常冷门的几个手势 然后 龚老师一路领先 打对了两个 所以这一轮 在这个游戏里面呢 我们龚老师就胜利了哈 所以我们请龚老师来挑一个人吧 接下来在我们这几个嘉宾里面挑一个 让他在我们的直播结束以后 发一个五连拍的自拍 发到微博上面 然后带我们剧的话题好不好 你想让谁来拍 发一个五连拍的自拍报告 那肯定得要燕兰同学啊 燕兰同学交给你了 太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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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记住你了 接下来就请 这个燕兰同学 在我们直播结束以后 发一个五连拍的自拍了哈 好我们接下来呢 是一个 快问快答的环节 然后几位老师呢 要听到我的问题以后 用最快的速度来回答出来 首先第一题 用三个词来形容自己的性格 我们请龚俊一 三个词形容自己的性格 开心快乐 发财 发财 发财是什么 好 这个形容词是一个美好的祝愿 好 下一题 我们是绘文的啊 接下来最想挑战的角色类型是什么 内心丰富的 然后双重人格吧 好的 下一个 汉成 近期最想实现的目标是什么 火焰蓝 播的很好 然后大家可以喜欢我们所有人的角色 好 谢谢 来 来 汉成 汉成在朋友圈宣传咱们这部剧的文案是什么 我就发了几个表情 我的报告 发了几个表情 发了几个表情 对就发了几个表情 嗯 然后有小方栓 然后还有啥来着 反正都是跟 嗯 119有关的 嗯 好 然后下一题 不太喜欢发文字 就喜欢发表情是吗 然后下一题就紫薇哈 紫薇私下聊天的时候会跟朋友使用自己的表情包吗 啊 你跟朋友聊天的时候用自己的表情包吗 还行吧 行 就是有呗 嗯 好 因为平常表情就比较多 对 表情比较丰富 好下面林佳 这部剧中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部戏 一场戏是哪一场 呃 那可以说说会不会涉及到剧透啊 大概 简单的 大概就是我们的一位教授去世的时候 就是他去世在我自己的手术台上 他同时也是我们的老师 就非常感同身受吧 就死在自己的手术台上 然后因为呃 我妈妈也是在医院去世嘛 当时的场戏特别让我联想起来 我妈妈在医院去世那种感觉 然后包括在打开手术门之后 我出来看到张慧文老师的眼泪 我那一刻 我也真的是泪如泉涌 就有可能是被带的吧 那个印象太深刻了 精致举头 哈哈哈 我们可以请更多人来看嘛 然后我们在其实直播开始之前呢 就跟大家发布了这个就是说话之前 要打报告的这个任务 然后完成度呢 基本上大家都参差不起 反正基本都没怎么太完成 所以呢我们其实本来是有一个小惩罚 和一个小小的这个福利环节 那这样的话 我们就请两个队长 依次就算一个代表吧 就是我们的惩罚呢 其实是一个撒娇惩罚 然后福利呢 是在微博当中发彩虹屁 夸一下其他人 那我们两位队长 你们俩商量一下 每个你们俩谁认领哪个任务吧 什么意思 报告我没听明白 就是两个任务 一个是要撒娇 然后还有一个需要 对一个是要撒娇 向大家撒娇做一个小惩罚 然后还有一个呢 是要在微博里面发彩虹屁 来夸一夸我们今天直播间的 各位其他老师 这两个任务 你们两个站长就各自认领一下吧 因为大家这个 最后这个直播报告的完成度 其实也就那么回事 也没有什么高低之分了 报告那我认领 你别别别 你待会要发微博 但你发微博 对我们整个会最有用 你们快谁先撒娇 我先敞了 我撒娇 好 好 你领撒娇 撒娇 我撒娇的方式 安丽你好火焰蓝 好 哎呀 我们你好火焰蓝 非常好看 大家有面子 来优酷宠爱剧场 收看一下你好火焰蓝吧 比心 报告 报告我想听成都版本 成都版本 对我们 报告我们要听方言版 我要听方言的 好好好也没问题 我们听方言版 好听听好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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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号火焰蓝 哎非常好看 非常精彩 举情非常吸引人 还有高业 莫为入业 非常大家 听大家多多赖 有苦冲来剧场 支持你 支持你好火焰蓝 所以哪一次 可以可以可以 方言版本就没有撒娇那味儿了 谢谢我们 工训这个撒娇式的安理 那我们汉成就要去认领 在微博发彩虹屁夸各位的这个任务了 好的 微博见 然后呢 因为咱们这部剧呢 其实是以消防为主题的嘛 消一联动 所以呢 我们最后就给大家来一个 跨评比动作 我们比一个119 120为主题 就每个人比一个数字 然后粉丝会截图 带话题来发微博 这样就可以有一些神秘的福利 所以呢 我们就是具体到每个人 龚俊老师就比个1 然后惠文1 然后1次9 然后艳成在1 然后紫薇在2 然后0下在0 我们每个人比一个1 比一个数字 然后最后合起来119120好不好 这样吗 这样吗 比前一点吗 哦 我这个9好小 你可以这样 你可以这样 这样比个9 哦 我这个0怎么能比的明显一点 我是这个2吗 就是 孙悟空吗 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9 9怎么比 这样OK吗 还是我要这么比0 这样比呢 那我的2怎么比呢 这样呢 9嘛 高一点就是 2P 我这样比2000 反过来 画面非常的混乱 那我的2咧 对 OK 要是刚进直播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的演员老师们都在干什么 我的2怎么 120 现在119比的差不多了 那这样吧 那这样吧 你 这算2吗 那这样吧 也算吧 也可以吧 好好好 这样也像个2 那到底哪 到底是哪里像2 好好好 那我们就请各位保持三秒 然后我们请网友们来结个评 结一下我们这个119120 然后在微博上面给我们发出来再话题好不好 来 321 好的 谢谢 非常感谢各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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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没有多长时间8点钟 在我们宠爱剧场你好火焰蓝就要更新了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做客们的直播间 同时也希望所有收看我们直播的优酷的网友们 赶紧啊 关了直播就立马去追剧 因为真的很好看 那非常感谢各位今天做客 我们也希望有空 我们可以继续支持各位老师接下来的其他作品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多多支持你好火焰蓝 好 立马看 支持你好火焰蓝 还同时鼓掌